台湾凭海外华语文扎根 曹委会最近在美国加州 矽谷盛河西设置华语文学习中心 揭牌仪式上 当地民选官员代表特地亲临祝贺 我现在已经失败了我的语言语 我还知道一句更多 那是一个重要的语言 那是谢谢 通过这个华语文的学校的学习 不管是不只是只有语言 而是能够认识我们的台湾的文化 台湾会馆所属的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 是旧金山湾区的第三所 提供实体和线上课程 向草包子弟和美国民众 传递正体中文的优美意涵 此外台湾会馆也是学习台语的据点 附设台湾学校的台语课程 颇有历史 疫情后也提供全球学生 远端上课学台语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